香港男星陈豪自从娶了港姐陈英美后,男人魅力更显,稳重成熟的气质自信散发,在圈内成了公认的型男。 此外,陈豪与妻子陈英美的感情,也是一段美美的佳话。 结婚五年,夫妻关系始终稳定,无论妻子想要什么,陈豪都会毫不犹豫的满足,冲击日常献杀旁人。 只不过,陈英美三年生三个孩子的速度,还是让不少网友知乎心疼,替她感到不值,但陈英美本人却不这么认为,她很享受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光。 7月17日,陈英美在网上公布行程,将带着三个孩子,前往加拿大多伦多探亲,并表示要给自己的老公陈豪放暑假。 其实,陈英美2013年生下第一个孩子后,就和陈豪大致确定了之后的家庭分工,老公陈豪负责在外赚钱养家,而自己则在家专心带娃,确保孩子的健康成长。 现在看来,夫妻两人的分工颇为明智。 当2016年女儿出生时,陈英美已完全能应付,带其娃来得心应手,并且前两胎的儿子,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 另外,陈豪早年虽然被称为钻石王老五,饭来有钱,但升级为三个孩子的父亲后也被干压力,因此这些年结了不少活,比之前的工作量大了许多,几乎都过着天刚亮就出门工作,晚上很晚回来的生活。 妻子陈英美也是心疼老公,对于陈豪这些年为家庭做的一切她很感激,同时也觉得自己嫁给了陈豪很幸运,所以决定让老公好好休息,安歇过个暑假,她像飞往加拿大的飞机。 陈金美的三个孩子非常兴奋,拉着妈妈就拍照,四个人在经济餐坐成一台,特性温馨,大儿子陈子也比较像爸爸,龙梅答应又不是帅气,时不时会拿出玩具自娱自乐,而坐在最左边的儿子显得烧烫,也像爸爸,不太安静,即便固定在围纸上,也会东张西望左顾右盼,时不时会将妈妈问东冷西。 三个孩子最安静的就是刚满两岁的女儿了,小脸大圆嘟嘟,小眼睛忽闪忽闪奋外有神,但微微张嘴的样子又很呆忙,非常可爱,与母亲小时候一模一样,明星相十足,网友看到后夜忍不住纷纷留言,也太可爱了吧,长得一定很漂亮,会是大明星,跟母亲很像了,还好没遗传父亲的,哈哈,小妈妈, 长大一定很美等等留言,都在称赞小女儿,陈寅美之后也有留言回复网友,说道,单独一个人在飞机上,飞十六个钟,照顾三个小孩,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 实际上,带一个孩子出门都会累得够呛,还一次带三个,陈寅美身为母亲真心不容易,蒙古也是希望陈豪一家一口能一直幸福下去,孩子都能健康成长。 感谢观看